是不是已经被学校的帅哥们花了眼 是不是连你们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我发现女生就会特别容易地吃伤眼 特别是刚入学的时候 又学长对你安乐虚弹温暖 做阿拉伯今天是受理性 下面这三种男生 必须远离 保肝儿保命保钱 远离跟你借生活费 经常刷你饭卡的扣男 哎呀今天饭卡忘了蛋了 买了球鞋没有生活费了 哎呀哎呀 这种如果是好男生 我这辈子追不到蔡雪坤 如果他真的喜欢你 他肯定会不及面子 怕你对他的滤镜错罪 在不尽呢也可以去找爸妈朋友 而不是来找你 就整天一门心想要花你的钱 说明他陪前途爱你 并且人品极其差 没有上进心 他只是在遛你 对他喜欢 说明到最后你连找他要钱都觉得不好意思 而你呢就成了那个连反抗都不会的ATM 只会让他变本家里 远离PUA你 吐槽其他女生外貌的 我这个人最讨厌那种 走在路上 随意评价其他女生的身材长相的男生 美品 比如说之前给女生随意指外号坦克那个A字 这种东西不尊重女生 你觉得他不尊重别人以后他会尊重你吗 还有如果你男朋友整天说 啊你太胖了你太矮了 不顾及你的自尊心 还让你多看看斑花是怎么穿衣打扮的 如果你生气了他会怪你上纲上线 经不起玩笑话 啊这人怎么开不起玩笑呀 说不定等到毕业那天他会说买妈了觉得你太胖了会影响到我家珍贵的记忆 然后跟你 好朋友再见 远离中央空调 你们班里有没有这种男生 每个女生的评论圈里都有他的点赞评论 上课的时候我就好喜欢跟女生坐在一起 每天到你这里打卡 吃了吗睡了吗 哼 我还要起来给妈请安闹 这种他就是一开学暗脉不正那个渣男之星广杂网 像之前我们班里就有一个男孩子 真的是好渣啊 他今天给这个女生表白 明天就直接给他的摄影表白 我真的是 他当大家是不说话的吗 后面我们全班的女生都知道他是个死渣男 没有女生放过他们放的 跟这种男生在一起 就是跟他好友练表里 从A到Z的女生为情敌 随时准备费率 就是这些我短暂的人生里面还遇到过很多渣男 最渣的就是我的第一日的男朋友 下一集给你们讲讲他的故事 前段时间他居然还加我了 好想吐哦这个人 好啦 今天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 有任何问题的话 就在评论区里问我 平安为你待见解答 我们下期再见